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评论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周处除三害迎合某些男性观众的低级趣味 也许 未来的电影创作真的需要AI的介入 来拯救这一日渐示威的艺术形式 以Iron艺人 对于一部紧紧满足商业标准的电影 本不需多言 但何老板在周六晚的节目中对其大家赞扬 促使我也简要分享我的观点 首先 直接给出结论 这是一部平平无奇的商业片 似乎现代影坛的剧本都在遵循某个算法模板 暴力和色情因为市场而必须 同时还要融入性少数和少数族裔角色 加上适量的笑料和泪点 还得有引人深思的元素 这样的大杂会尽管看似丰盛 实则难以让观众真正满足 《周畜除三害》简称《周畜》 正是这样一部影片 众多受欢迎元素的拼凑之作 尽管内容丰富 黑帮 警匪 原性 悬疑 暴力 色情 幽默 但导演的浅尝者指导致了整体的支离破碎 影片依而缺乏逻辑和连贯性 以下几点游戏突出 陈桂林被邪教徒捅了一刀后 奇迹般生还的情节 荒谬至极 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他是如何有力气挖土而出 而且 埋他的邪教徒也未挖得够深 这种草率的埋葬手法 实在让人质疑其真实性 程小美这个角色 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男性观众的低级趣味 一个没有立场 只为卖肉的形象 她对陈桂林的感情发展 毫无逻辑可言 最终变成了给她理发和擦肋的工具人 这样的角色塑造 对女性观众而言 无疑是一种侮辱 影片试图将香港仔 塑造成一个酷而有能的角色 但却又在表现上大打折扣 她对待手下的残暴 与其所谓的威严严重不符 让人难以信服她的黑社会老大身份 至于警察角色 其人物逻辑 情节发展和情感深度 都显得支离破碎 最终似乎试图与陈桂林 形成某种同情关系 但这种转变 毫无说服力 影片作为屏幕界的老大哥 身处的情况 越来越像诗歌在纸媒的境地 与现今电视剧和游戏相比 电影在人物塑造 情节推进 情感表达等方面 似乎已逐渐失去优势 虽然仍有佳作涌现 如《奥本海默》 和《花月杀手》等 但电影行业的创新 和震撼力似乎不再如往昔 也许 未来的电影创作 真的需要AI的介入 来拯救这一日渐示威的艺术形式 明哲 多写影评 老庄 我不能同意的是 关于电影《日渐示威》的说法 好的电影给你内心的震撼 是别的形式 体育也可以 很难达到的 就像诗歌的美 别的形式真的很难代替 虽然周处除三害 并没有达到期望的高度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 整个电影行业的价值和创造力 好的电影 仍然可以带给我们 无与伦比的体验 和情感上的共鸣 我们应该鼓励电影人继续创新和探索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在评论中 我提到了电影行业可能需要AI的介入 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创造力 而是指它可以为电影制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思路 例如AI可以帮助电影人 在剧本创作 角色塑造和情节发展方面提供新的思考和灵感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AI可以完全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和情感表达 而是可以成为一种辅助工具 为电影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观众的想法 你对于现代电影的发展和创新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认为AI能在电影制作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the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